一户一味全球化 肖战杨子余生韩国定当 官宣后表情变化可爱 肖战和杨子主演的余生请多指教是一部都市情感电视剧 作为一部拍摄完两年的电视剧 在两年之后播出还能够有这么好的成绩 相信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电视剧在国内播出的时候 德塔文持续破二 单日播放量破两亿 总播放量现在已经突破了30亿 另外在V榜、V纸、以及猫眼热度等权威榜单上 甚至湖南卫视的上星收视率方面 余生请多指教的成绩都没有死角 除了剧情过硬之外 肖战和杨子两人对这部电视剧的加成也非常的大 虽然余生请多指教之前已经在WF上面全球播出 但是随着这部电视剧在国内取得好的成绩 开始陆续登陆全球各国的电视平台 相信大家都记得 在余生请多指教刚刚开播的时候 韩国电视台ChinTV因为受到太多粉丝的询问 当时表示正在积极接洽 希望在4月份播出 现在时隔一个多月 终于有了确切的消息 根据电视台ChinTV的官宣信息显示 余生请多指教将会在5月2日登陆新频道 从官宣前后的小表情来看 官方应该也松了一口气吧 官宣前严肃的语气 能感受到着急 现在官宣定档之后 博文后面还加了一个开心的可爱表情 相信除了粉丝们以外 平台也非常的开心吧 余生请多指教播出的时候 肖战和杨子两人精湛的演技圈了很多粉丝 肖战在里面霸总又温柔的形象 让很多人都想一户一味 现在一户一味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不知道这部电视剧能否获得韩国网友的支持呢 读者朋友们 你们觉得余生请多指教在韩国播出能火爆吗? 02.张艺兴和金晨眼犯罪片 不仅CP感满满 网络诈骗题材也很值得期待 娱乐圈有个说法 家行艺人爱炒CP 旗下艺人换着炒 连粉丝都腻了 话虽如此 但炒CP的确是现如今增加作品曝光的一大操作 男女主角炒绯闻炒CP 双女主炒艳鸦 双男主炒暧昧不清的兄弟情 只要会炒 一部作品就不至于冷淡收场 制作方就不至于亏损 当然了 CP感有时不是强制炒就能有的 有的艺人之间就是没有CP感 怎么炒都没用 但有的艺人就是天生合拍 不用公私炒 观众也主动磕得开心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依旧是一部 还没上映的新作 男女主角CP感很强 题材又很让观众期待 所以当然忍不住来和大家分享了 这部电影叫补鱼行动 电影其实公布挺早的 不过貌似2021年才开拍 且在6月16号发布了粗略的预告片 但目前杀青和开播时间暂时不清楚 这是锦城合制计划将在未来5年打造 24部电影的内容之一 导演是深奥 作为北电导演系的学生 还是金马电影学院第一届的学员 深奥贡献了不少代表作 比如我不勇敢巢竹浪和龙川港等 还签约了坏猴子72遍电影计划 凭借受益人还拿到了金鸡奖 编剧张亦凡的作品也很多 比较出名的是新花怒放 一路惊喜两部作品 巧的是新花怒放是宁浩导演的 而补鱼行动则是宁浩监制的 有宁浩压场 质量应该不会太差 而且补鱼也是宁浩擅长的犯罪片 这次聚焦的还是网络诈骗题材 比较贴合现如今复杂多样的 网络骗局现状 比较接地气 让观众非常期待 当然 导演和编剧 兼致在靠谱 也需要看演员能否完美地诠释出来 这次找的主演个人觉得比较难评判 都是属于演技忽高忽低的 比如在补鱼行动 离演郁郁不得志的程序演男主的 张艺兴 虽然粉丝一直夸赞其视剧抛脸 演啥像啥 但怎么说 这部电影都是张艺兴第一次挑大梁主演的电影 对他来说挑战还是不小的 而且张艺兴并非科班出身的专业演员 最初是以男团EXOEXOM成员身份出道的 简单说就是以爱豆身份出道 EXO风靡全球 虽然张艺兴当时在团队里是主领舞和副主唱 乐器担当 和陆寒 吴先生几位相比却算不上主角 但好在也收获了不少粉丝和关注 现在来看 EXO国内成员里 张艺兴算得上比较努力且较为平稳发展的一个 早些年他主演的烂片还是不少的 还因为和陈学东主演从天降拿到了最渣男演员提名 当然也有值得鼓励的作品 比如《老九门》里他的表现其实还是不错的 但好在后来参加极限挑战 认识了黄博 孙宏雷几人后 资源慢慢变好 比较惊艳的是在黄博导演的一出好戏里 他外形上的极大颠覆和让人眼前一亮的进步演技 不过2021年他和大哥孙宏雷主演的扫黑风暴 却一再被吐槽演技 不过可能还是人设不太讨喜吧 口碑呈现极大的两极化 当然了 整体看张艺兴这些年发展还算顺畅的 之后几部作品也大多是比较靠谱的阵容 相比来说 金晨在捕鱼行动里耀眼的角色就比较符合 金晨本身就是平面模特出身 在捕鱼中他演的就是一个渴望展露头角的嫩魔 人设上比较对口 但真正让观众知道金晨 却是因为乘风破浪的姐姐 这个节目给本身就是学舞蹈的金晨很大地 展现自我优势的机会 加上颜值出众 他可算熬出头 尝到了爆红的滋味 虽然资源变好 但他参演或主演的作品口碑都不是很好 爆红后的金晨的确热度更高 但演技却并没有提升 反而是三天两头 因为鼻子、嘴巴歪了、恋爱观等上热搜 所以这次作为女主演犯罪片 还是有些担心他的表现 不过他和张艺兴还是挺有CP感的 电影还没开播 剧照也还没出 观众却提早刻起了CP 十分期待二人的合作 当然了 还是希望捕鱼不要成为 带着犯罪片帽子的爱情片 那样就很让期待题材的观众失望了 除了张艺兴和金晨 配角团其实也挺值得期待的 女配有小花周也饰演 周也长相是比较有辨识度的 第一次知道她是因为周冬雨 和易阳千玺主演的电影《少年的你》 她把里面的坏女孩未来 诠释得非常到位 也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金鸡奖女配提名 此外她出演了热播剧《山河令》里的《顾湘》 电影《1921》里演了杨开慧 被观众评价是季爽子后的新一代 无关乱飞演员 周也说不定是科演戏的好苗子 还是期待她表现的 男配孙杨在电影《过春天》里的表现非常不错 主演的作品虽然不多 但演技还算自然 比较惊讶的是 之前被吐槽过是古装吃藕男的王大陆 也将参演该片 但角色不太清楚 总体看主角团来头不小 要热度有热度 但演技上不好保证 不过还是期待这部电影上映 希望剧情上不要让观众失望